Led 中文意思就是发光热的管 是一种可以令到电能转化成可见光的半导体 有寿命长、光效高、无辐射和低功耗的特点 发光效率可以达到80%到90% 相比传统的白色灯、环保、智能很多 但最近有不少报道说 Led 释放的蓝光可能会令人致麻邦 那蓝光又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伤人的潜在杀手呢? 留言片讲查了先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马上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员宝贝 现在的Led 灯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非常常见 在室外就有我们的路灯、隧道灯、交通灯、安全灯等等 室内就有大家非常熟悉不过的天花灯、吊灯、落地灯 柴围灯等等 那你对Led 灯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你有没有使用Led 灯? 有 有 室所、厨房、厅都有 有 家里有,但店里面好像暂时还没有 房间、客厅都是这样 嗯,就加上面墙壁那些会可能说是因为需要照亮问题嘛 因为大厅比较大照亮问题 然后车都肯定会有Led 灯啊 如果被你选的话,你会不会选择使用Led 灯呢? 那它智能好些呢? 因为有点电,当然选择它 以后我肯定会选择 它会省电嘛,最主要智能嘛 因为传统那些灯泡的话,相对来说电就大些了 哦,因为Led 灯其实现在普及很多啊 因为怎会普及得多呢? 因为它最关键是因为它省电嘛 嗯,原来很多街坊家里都会使用Led 灯的 但是甚至有些不知道Led 灯已经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这么多的了 关于Led 灯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损响这个传闻 接下来我们为你一一揭秘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大南路的街名灯射城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和右手边很多很多的灯射 接下来我们的脚步一起来看看 哇 其实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欣赏灯射 看到我已经入了迷了 今天我是来调查一下究竟在我们的灯射市场里面 究竟是买什么灯为主 诶,刘先生你好 诶,主任你好 诶,主任你好 我想问一下目前市场上卖得最好的是哪种灯? 呃,现在基本上向Led 过渡 因为Led 时代讲究节能环保 现在正同我们人民唱求的节能环保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基本上是以这个为主 你看这些孔灯之类的就基本上是以家装为主 这些的话 Led 天花灯呢 还有这个射灯渡轨 就是以商业照明为主 对于这些呢 就是替换我们以前用开那些节能灯的 而且他们的话比起以前的节能灯来讲寿命长 以前的话8000个小时 现在是2万个小时 哦,那现在目前市场上来讲 那大家购买Led 灯的需求是什么呢? 最主要讲他们关注的就是品质 生活品质 第二个是节能 因为现在国家出唱头嘛 所以说这方面是主要这方面去考虑的 那大家是买黄灯多还是白灯多呢? 哦,那根据各种不同的场合应用 好像我们家里来讲 主要是一个 营造一种舒适明亮的范围 就以白光为主 至于店铺呢 它要营造一种温暖舒适的范围 的话就以黄光为主 所以这个主要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向 好的 好的,谢谢罗先生 那现在情况已经了解了 让我买两个回去试一试 今天我们的调查员 走坊灯色市场有时候发现 在灯色市场主要售卖的灯 都是以LED灯为主 而传统的白痴灯和智能灯 在这些大型灯色城里面 可以说是几乎小胜力迹 很难买得到 现在的灯色真是种类繁多 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那先来 我在灯色市场买了三种灯泡 分别是普通的乌丝灯 LED灯和我们的智能灯 下面我将会邀请两位志愿者 一起和我做个实验 Go 好了,现在在我旁边的 就是分别两位志愿者 彩彩 和娟娟 下面我们分别是 用三种不同的灯光 轮流看出15分钟 分别是有我们这个 普通乌丝灯 LED灯 以及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智能灯 我们一起去看看三种不同的灯光 下面哪一种灯光 是令我眼睛最不舒服的 特别要提醒一句就是 我们这个实验是问医生才可以进行的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要模仿 OK,实验开始 好,时间到 我们两位志愿者分别在三种不同灯光 下面阅读了15分钟 我先来问问彩彩 好,那哪一种灯光是令你觉得眼睛最舒服和最不舒服的 我觉得乌丝灯和智能灯是比较舒服的 灯光都比较柔和 不过那个LED灯就比较像眼 刚看10分钟左右的时候 就觉得眼睛很疲劳很光 哦,就是有点刺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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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那哪一种呢 我是跟彩彩感觉差不多 我感觉在乌丝灯还有那个智能灯下面看舒服 眼睛会比在那个LED下看更舒服 嗯,嗯,嗯,嗯 OK,那两位志愿者的情况呢 我都了解了 首先多谢大家和我们做这个实验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是啊,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其实LED灯的灯源呢 对眼睛是有伤害的呢 听说过 听说过是吗 是啊,我听说过好像是 哦,有 有危害是吗 应该有影响 应该不会吧 小孩子都是用这些灯啊 一个月是我都用这些灯啊 又不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吧 应该经过检测的吧 我觉得如果是长时间这样对着的话 都会觉得不舒服的 嗯,小小 有点点发 盯久会痛 盯久会痛 因为长期接触这东西久的话 可能人家说后会有青光影啊 这些东西 因为眼睛不能接触太亮的东西 所以这一般东西 不会开太久 也不能长开 因为本身你不是说 你用一下休息一下 那些人不懂得保护的嘛 那长时间用下去的时候呢 就变了呢 那你就损害了那个眼球的水晶体 看来比较多的街坊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方面的问题 只有少数街坊听说过 LED灯可能会损害正眼的这个港帆 也有街坊表示 长时间在强光之下学习 睁眼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众所周知 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 也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呢 实际上蓝光对人眼的损害呢 比紫外线更厉害 因为蓝光是最有能量的一种可见光 那么它能够穿到轻壮体到达四望楼 在四望楼上引起一些光发觉 直接损伤感觉 蓝光并不是指蓝色的光 也是自然光当中其中的一种光 因为它的波长比较短 是可见光当中能量最强的光 蓝光在哪里呢 看看这张彩虹图 从左到右 二次是紫外线 可见光和红外线 其中可见光的波长范围 是400纳米到700纳米之间 而从400纳米开始到500纳米的波长范围 就是蓝色 所以这个波段被称之为蓝光 这个波长内的蓝光 会令到眼睛内的黄泛区毒素量增高 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的眼底健康 嗯 原来蓝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已经是非常之常见的了 那例如有我们的LED灯 逆征显示器 电脑显示屏 手机 数码产品等等 都有蓝光的蹤影 那我们的眼蜜很不健康 会不会很容易患有眼睛方面的疾病呢 现在很多LED灯数码产品是有蓝光辐射 但是这个只要不是长时间大量的直视蓝光 一般是不会引起这个损伤的 珍贵的产品它都符合蓝光安全的一些标准 这个是不需要过头担心的 听完专家的解释真的送我一口气了 但是我们平时接触的蓝光那么多 怎样去知道我们平时接触蓝光多 还是蓝光少呢 我们平时买回来的灯又怎样去判断 那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是中山市江阳电器游行公司 我们一起来做个测试 现在在我手上 就是有三个分别是不同色温的LED灯 分别有3000K 5000K 和6500K 我们一起找老师做个光谱测试 陈老师你好 我现在手上有三个不同色温的LED灯 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个光谱检测 是 LED的色温指的是 不同光源环境的相关色温度 通俗点来说 就是人的眼睛看到光源的感光 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测试就是 对这三种同等亚数不同色温的LED灯 分别做一个光谱检测 通过测试它光中的可见光幅度大小 来比较它们含有的蓝光的多少 好了 我们的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第一张是3000K的 3000K的长波段的光谱是这么多 而它的峰值是来到这里 而蓝光指数差不多是接近0.5 再来看看第二张 第二张是5000K 5000K大家可以看到长波段的光谱是这么多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它们的蓝光指数也比较高 是接近到1 再来看看最后一张是我们的6500K 6500K它的长波段的光谱是这么多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它相比于我们前面这个是少了半 但是它的蓝光指数依然达到1 也就是说蜉温越高 它释放的蓝光指数是越高 那老师我想问 那为什么蜉温越高 蜉温唷的蓝光指数又达到越高呢 蜉温调的蓝光 Berlus expression 從那裏可以看得到 色溫高6500K的藍光限量就要高 色溫低那些3000K的紅光限量就要高 藍光限的成分就少 如果在中性光4000K的紅光、藍光的幅度就比較均衡 差不多一元的高度限量 如果是色溫高的那些 通常紅光和藍光限量的成分就少 藍光限量的成分就比較高 好的,謝謝老師 原來色溫越高,釋放的藍光就會越多 所以大家在選擇冬告的時候 不單要考慮它的照度 也就是說我們平時說的雅數之外 還要考慮它的色溫 正規廠家在生產的外包裝上面 都會標明色溫 我們平時常見的大概是3000K左右 3000K是屬於普通白刺燈的照明 它比較暗 所以適合用於我們家的局部照明 例如我們的床頭燈和壁燈等等 而4000K左右是接近自然光的色溫 它比較光是適合用於我們家的整體照明 例如我們的客廳和飯廳 而5000K以上就是屬於白光 白光是最可以令人集中精神 可以適合用這個場所 是我們的學習場所和辦公室等等 如果在我們的外包裝上面 沒有標明色溫的話 可能是非正規產品 所以大家就不要購買了 各位家方,大家在選燈的時候 有沒有留意色溫問題呢? 如果沒有的話,一定要留意一下 LED燈的質量很壞 和藍光釋放的多少都有很大關係 我們如何去判斷LED燈的質量很壞呢? 生活調查團,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為你揭飛LED燈 回到生活調查團,我是BuyBuy 剛才我們也有了解到 LED燈的色溫越高 它釋放的藍光就越多 但是你又知不知 燈質量的好壞 和藍光釋放多少 是有很大關係的 為什麼這樣說? 接下來做完這個測試,你就知道了 BuyBuy又來到實驗室了 現在在我手上有五個不同牌子 同一色溫和啞數的LED燈 接下來我們將會對它們做一個光譜檢測 好了,老師 麻煩幫我們再做一次光譜檢測 根據國家標準 南光對視網網的危害 一共分為四個等級 一是沒有危險級 在正常使用當中 不會對人眼產生危害感 其次是一類危險級 即是低危險級 之後是二類危險 最後是三類屬於高危險級變 燈光是瞬間幾秒內 對眼睛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所謂的藍光傷害 是指藍光幅亮度達到二類 或者三類危險級的時候 會在較短的時間裏面 可能瞬間對人眼造成的傷害 這五款燈當中有知名創家品牌 和不知名牌子 也就是所謂的雜牌 我們的實驗員用光譜檢測器 檢測它們的光譜 通過測試它當中的可見光幅度大小 來比較它們含有藍光的多少 好,我們的實驗結果已經出來了 我們一起看看數據 五個牌子當中 有兩個是知名版牌合格的 有三個雜牌是不合格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雜牌的 這個是6500K的 它的實際色溫 實際色溫是6,097K 這個也是有一定的五差 而另一個是6500K 同樣也是一樣的 但它的實際色溫是9536K 非常之誇張 兩個差距是3000K左右 這個影子真的不行了 再來看看這個 這個是6000K 它的實際色溫也是6994K 發覺這些雜牌 它們在色溫上面 相差的差距也是挺大的 我們再來看看它的顯色指數 顯色指數是68.3K 這邊是74.7K 而這個是74.3K 三個都是未達到80K 我們再來看看合格的這邊 合格的這邊 全部的指標已經達到了80K以上 這個是87.7K 而另外這個是86.5K 所以我們這些雜牌 真的相對於我們合格的指數來說 在差距也是挺大的 好 我們再來看看功率因素 那雜牌的這個功率因素是0.1K 這邊是0.13K 而這個是0.27K 我們將這個和合格的作為一個對比 合格的這邊功率因素是0.49K 這邊是0.52K 好 我們可以看到合格和雜牌的差距 都是挺大的 那我想問老師 為什麼這些牌子之間的差距會這麼大呢 你好 因為每一個牌子的生產 使用LED電材料 都有出入 全部都是用口材料 用口材料的 還有設計加行李的話 生產出來的燈 包括光層數 包括色溫 還有顯色指數 還有電燈數 都達到目標要求 而那個雜牌的那些 就屬於是 取靠那個比較便宜的那些原材料 簡單 世界生產 生產出來的那些產品 測試出來的那些 相關的那些 色溫 還有顯色指數 還有電燈數 都是沒有合格的 但沒有到國家標準要求 如果使用那些合格的產品 長期使用的話 因為藍光比較多 只要是藍光發光 當然長期使用 會對人眼會有影響 看到眼是很累 用去看詩 或者是工作 人眼是很累 顯示那種燈光長期待會對人的皮膚 對人有好影響 做完實驗 我都要假裝回家 檢查一下家裡的LED燈 各位街坊 大家去選擇燈具的時候 千萬要選擇 一些有質量保證 正規廠家生產的LED燈 大家千萬不要參評 難道只要關注LED燈的色溫 和有質量保證就可以了嗎 老師 有專家說 其實還有一種另外的方法 可以檢測到我們平時常用LED燈的 危險級別的 是 有裝確診眼鏡 和無裝的確診罩 更用測試的方法 做一陣燈 既裝了確診罩 和無裝確診罩 測試出來 比較具備光的參數 好的 我知道了 謝謝老師 工程師 接著下來要測試四個樣本 一個就是LED燈射燈 一個就是加了擴散罩的LED燈 一個就是去除了散罩 並且用一半功率驅動的LED燈 一個是去除了擴散罩滿功率驅動的LED燈 通過測試顯示 LED射燈和加了擴散罩的LED燈 都是屬於沒有危險級別感 通過不同光度的光譜檢測試驗 工程師總結出 普通的LED燈射燈和加了擴散罩的LED燈 藍光的複直都是在正常範圍內 不會對人眼的視望膜造成傷害 而沒有加擴散罩 並且功率大於一眼的LED燈 無論是全功率還是半功率 藍光都會對眼睛造成明顯的傷害 如果玻璃藍光進入人眼 會造成室網膜的光化學損傷 引起室網膜感光系統會已經改變 那麼主要是引起像一些影響勢力的 比較嚴重的疾病 比如說像年齡相關情況的變性 這是一個主要的致盲眼病 它的病例改變一旦發生是不可能的 所以是比較嚴重的 我們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剛才那個實驗的確有點害怕人 我們的老師是冒著生命危險去完成的 提示我們電視機前的各位觀眾 以及小朋友 大家千萬不要模仿 我們的實驗都是專業的實驗人員來操作的 通過我們三個小實驗 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什麼是藍光 以及怎樣的LED燈是安全的 至於怎樣合理去使用LED燈 我們一起聽聽專家怎麼說 這個低燈呢它是不合安全標準的 這個一般是沒有什麼損害 那麼我們使用的時候 只要不是長時間 只要不是直視這個光源 一般是不會引起損害的 正常使用在保持合適的距離 合適的亮度 不要揭開這個燈罩 一般是不會造成這個實驗人的狀態 我們只要我們可以多吃一些綠色蔬菜 富含這個葉黃素 維生素C維生素E維生素B 這樣的一些蔬菜 像深綠色的蔬菜 或者是黃色的蔬菜 這樣來保護我們的眼睛 聽了專家的建議 相信大家對於LED燈有一定的了解 我們的節目來到這裡就要接近尾聲了 一起來看看我們今期調查內容的總結 我們人類的眼睛不可接受過量的藍光 生活當中可以發出藍光的光源有很多 LED燈 肉霸 霓虹燈 螢光燈 液晶顯示器 iPad 手機等等 根據藍光過量的檢測標準 正確廠家通過國家質檢上市的產品 是不會存在藍光過量隱瞞的 生活調查團 讓你正確使用LED燈的小建議 第一選用色溫4000K到5000K左右的暖白色LED燈 第二 不要長時間直視亮度過高的光源 不要拆除擴散罩 擴散罩破損流光要及時更換 第三 購買有質量保證 正規廠家生產的LED燈 第四 LED燈 手機 平板電腦 電腦等會發出藍色光源的產品 使用的時間不適宜太長 建議會使用2個鐘休息15分鐘 大麽多食綠色的蔬菜 補充葉黃素 化合維生素 和鬚米黃質 來加強眼睛的擴氧發能力 如果有條件的話 大家可以拿光譜來測試一下 LED燈發出的藍光 如果這款LED燈發出的藍光 比太陽光中的藍光還要強很多的話 大家千萬不要購買了 好了 我們今期的節目就調查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關注我們更多生活資訊內容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的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 和我們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